大家好,本期视频我们继续分析和预测特斯拉股价在2023年5月5日的走势 首先我们先来回顾一下特斯拉股价在5月4日走势的基本信息 它的开盘价是162.71 收盘价是161.20 在盘中最高价是在162.95 最低价是在159.65 在盘中它的最高值与最低值之间的辅值是达到了三个点 我们会看到它的收盘价依然是在5日均线值的下方 量当日的成交量是9510.85万股 是前一个交易日的0.79倍量缩 KD值开口增大 双线是继续上行 这样的信息说明股价在上行的走势中 MACD开口变小 双线的方向是趋于合拢 在0轴的下方出现了较前一个交易日更短的红柱 那这些信息说明股价在继续维持空头趋势 好 接下来我们来看看K线信息 在5月4日生成的这根K线 叫做含下影线的小红K线 它是一根下跌的K线 那它所处的位置是在股价的横盘中 那当日的这根K线 我们会看到在上方是5日均线值的上限 遇到了压力 我们先调出辅助线 那么这根红线是我们前一个交易日给出的日内的观察线 是5日均线值的上限 那我们会看到股价在163附近遇到了压力 没有能够突破 然后收盘价是收在了5日均线值的下方 这说明上方是有压力的 然后我们会看到这根K线是带有下影线的K线 那说明下方又有支撑 那当日的成交量又呈现的是量缩 所以在5月4日生成的这根含下影线的小红K线 它是一根修系的K线 那目前股价在等待突破 好这是K线信息的解读 那接下来我们来分析后续股价的走势 首先我们先来回顾一下前一期视频 我们对5月4日股价走势的预测 我们预测的第一个可能是会出现上涨 有两个点位 一个是收盘价在164附近 另外一个是收盘价在168 那另外一个可能股价会出现下跌 一个点位是收盘价在154 另外一个点位是收盘价在158 实际在5月4日收盘价是在161.20 出现了小幅的上涨 或者我们也可以把它称为是横盘向上 那我们刚刚从K线信息解读 这是一根休息的K线 那股价是等待突破 所以接下来我们先来看股价的下行 股价在5月5日和之后的交易日 如果下行的第一个目标依然是152 跌破152就是要维持自2月16日以来的 头、头、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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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空投趋势 这是第一个目标 那第二个目标就是下方的138 138是1月25日 这一波起涨的起涨K线的最低 好 这是下方的两个目标 我们再来看股价的上行 上行第一个目标依然是170 目标是要确认止跌 因为在4月20日出现的是第一根止跌的信号K线 之后一直连续出现止跌的信号K线 那么这个止跌还没有被确认 所以上行的第一个目标依然是170 要确认股价的止跌 然后上方第二个目标依然是192 也就是占上192呢 是要重新建立多头趋势 好 这是股价后续下行和上行的分析 那对于5月5日盘中 我们依然要关注当日新生成的5日均线值 我们测算是在160到162之间 我们取上限162 我们下移这条水平线到162 对 那我们会要看看在盘中股价是否能够在5日均线值上方运行 这样呢 有利于股价的上行 否则呢 股价有可能会出现下行 好 那接下来我们来看看技术上的操作建议和规律 我们目前有一个 呃 仓位 就是在4月27日的收盘价160附近 有5%的进场强反弹 目标是165 那如果 至今没有获利出厂 那么这个仓位依然是持有的 那到5月5日这样的一个仓位的止损位 我们依然是设定在157 157是4月28日这根K线的最低 嗯 好 这是多头仓位的一个说明 那接下来我们来看看空头 空头我们只讨论空头不做空头的操作建议 那目前股价处于一个横盘的走势呢 实际上对空头是有危害的 因为一直以来可能会有空头建仓和加仓 那么空头的成本不断在上涨 但是股价一直处于横盘 那一旦股价出现向上的突破 那空头很可能会被回补出厂 那我们认为到5月5日 在上方也就是166这个位置 那如果连续有空头进厂加仓呢 到了5月5日 股价一旦突破166 也就是目前空头会把回补位设在166 嗯 那股价一旦上涨到达166呢 很可能会有空单的回补 这样一来有可能会促使股价上行 对 好 这是一个对空头的描述 另外一个描述呢 如果说现在没有进场的空单 那么它有可能等待股价上行到170 也就是缺口的下沿这个位置 可能空头会进场 那同时我们会看到 对于5月5日和之后的交易日 二市均线值将下降到170附近 所以在这个位置应该是有空头进场的 嗯 他们的目标是152 然后他们的回补位应该是这个缺口的上沿 是177 好 这是我们对技术上的操作建议和规律的说明 接下来我们来看看5月5日开盘之后的压力位和支撑位 那首先到来的压力位呢 是当日新生成的5日均线值和10日均线值 他们是在161到162之间 当然我们刚刚说的5日均线值的下线是在160 所以开盘之后这两个均线值将成为压力或者是支撑 嗯 那我们以前一根K线的收盘价为界限 也就是压力位是从161一直到上方的166都是压力 这是第一个压力区间 这个压力区间也涵盖前高 嗯 好 那第二个压力就是上方的缺口 170到177 我们再来看支撑 首先到来的支撑就是前低160附近 然后是157是4月28日这根K线的最低 157 嗯 那再向下第三个支撑是从152一直到146是这个缺口 好 那基于以上这些信息的解读和分析呢 我们给出5月5日股价走势的预测 第一个可能我们认为股价会出现横盘 如果出现横盘 它将是一个高开盘 然后股价最低会回踩到161 上方最高会到达164 然后收盘会收在162附近 那我们预测的这样的一个横盘呢 就是说股价继续会出现一个等待的K线 嗯 那另外一个可能呢 我们给出两个方向 也就是股价会出现上涨或下跌 如果是上涨 它有可能是一个小幅的低开盘 然后股价最低会回踩到160.5 最高上方会到达169 然后收盘会收在167附近 在这个位置 嗯 那它的条件呢 是在盘中股价最高要到达169 才有可能出现收盘在167的上涨 那这个方向呢 我们预测股价会出现低开盘之后呢 在这个地方出现一根实体长率K线 嗯 好 如果股价不上涨 会出现下跌 那下跌 我们认为它应该是一个大幅的低开盘 甚至可能是跳空的低开盘 然后股价最高上方会到达160.5 最低下方会回踩到155 然后收盘价会收在158附近 那它的条件是在盘中股价是不可以高于161的 满足了这个条件才会出现这样的下跌 那这样的下跌呢 我们认为在这个地方会出现一个 嗯 新低 也就是说低于157 这个新低 然后呢 股价的收盘价会收在前低之上 出现一个止跌的变盘向上的信号开线 对 好 那以上呢 是我们对特斯拉股价在2023年5月5日走势的分析和预测 谢谢大家的收听收看 同时呢 也向各位会员朋友的赞助表示感谢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